你幹什麼? 我就是今天的教訓 你? 不行嗎? 畢竟我是潛水教練, 是嗎? 其實我考了自由潛教練 已經有五年了 那是, 你開老闆教我們潛水 但不懂游泳也不行 我可以加起來 其實我已經十多年了 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游泳了 做嘉賓真的很好 我覺得他今天一定是你學會 還有, 你知道嗎? 浮潛…我們今天做浮潛 因為浮潛也要學嗎? 我也浮過, 浮潛過 不錯的 但我沒玩過浮潛 好玩的 不, 我們說浮潛之前 我們學浮潛之前 你知道現在你們在哪裡嗎? 海下灣 西貢, 是嗎? 很棒, 有看通告 是不是? 當然了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來海下灣嗎? 不知道, 我們要來玩水 看魚仔 好, 回答得很好 沒有, 原來平時 答答就是這樣 面對你們的答案 差不多了… 好, 我說一下海下灣 這裡有什麼特別 其實海下灣是香港 第二個海洋公園 它是一個保護區 所以這裡的珊瑚和魚類 生物都保護得很好 但這裡有什麼看? 只有沙灘而已 你錯了 這裡這麼大的範圍 其實裡面有超過60種珊瑚 超過120種魚類 我們來到這個保護區 其實要好好保護這裡的環境 所以我們今天做浮潛 或者在任何地方下水 在這個保護區裡面 都不要收起來, 不要碰它們 好, 我們現在先上裝備 沒有錯 說起潛水、浮潛這些東西 去海下是電力的 除了Honey所說的環境美麗 物種美麗, 差不多立體之外 最重要的是什麼? 容易去的 在西貢坐小巴也可以, 的士也可以 所以不一定要出國潛水 香港一樣可以看到一個高質的海底世界 好, 對 這個叫Mask 這個叫Snorco 我們先說Snorco 大家看到有咬嘴的位置 咬著它 咬著它, 沒錯 放進口裡 嘗嘗呼吸一下 口吸, 口褲 你的鼻是… 你的鼻是不能呼吸的 你的鼻是不能呼吸的 因為你的鼻是塞住的 所以一口口褲, 所以鼻是沒力的 你嘗嘗呼吸吧 我聽聽 1, 2, 3, 4… 1, 2, 3, 4… 這個差不多是節奏 心而長的呼吸 而且心而長的呼吸 會令你的人更放鬆 對, 放鬆 我們今天不會用彎鞋 有時候浮潛 可能有些人會用彎鞋 有些人會用彎鞋 為什麼不用? 因為海鞋很出名 為什麼這麼多人浮潛 就是你在很淺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山 因為你們倆都是比較初學 其實你踢得不適合 用彎鞋可能更加浪費力 而且我怕你們踢到珊瑚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需要用彎鞋了 第一件事, 我們在水裡的姿勢 應該保持平, 打平的 好嗎? 臉是看著水底的 看著水底 呼吸管就會向上 你就可以呼吸了 好嗎? 腳最好踢自由式腳 好, 自己練習一下 我看看你們的游勝如何 好嗎? 說了這麼久, 快實戰吧 Honey只是高手 她兩位姊妹還在新手村 所以先帶兩位新手夜人 嘗試容易浮潛 叫大家下水拿個感覺 一步一步來 我本身會游泳 但是真的要用潛水的工具的時候 我覺得呼吸很不順向 我看你一開始都很害怕 對, 因為你要用口呼吸 平時我很少潛水 我想我的人生比過一次多 好了… 夠了… 起床了, 我們掙取時間 因為我覺得你們也練得很好 我已經習慣了, 原來很舒服 其實你習慣了之後 你已經忘了自己是用的口呼 對, 我剛剛已經看到很多魚了 已經看到很多魚了? 對 但我告訴你, 外面更多 很好